佛子天地游记第一册 下篇 地府听神 六 阎王殿听神诽谤正法 破佛门戒律罪灵 及阻碍他人弘法罪灵 问 2018年11月2日 今天在观音堂拜佛结束时 观世音菩萨传意念与弟子 晚上命护法 带你魂体游地府一趟 有心灵法门公务处理 当晚弟子于梦中感觉魂体一清被护法护送到 地府阎王办事处 我把卷轴交给阎王 就立于一旁 殿前跪着两个罪灵 黑漆漆的灵体 让我不能分辨 是男是女 今日的阎王爷满脸威严 怒目瞪着 指了指一个左边的灵体 这个罪灵生前剃度出家 修为不道 根本不知天地之物 我阎王在阴府沈阳间生人案件 近千年上次参观地府 负责马XXX心灵法门案件的阎王爷 是从其他殿调动过来 执法多年 都不敢妄称 对天地之间 万物宇宙 了若执掌 你一届出家法师 才修行不过数年光景 能知天地多少事 如此共高我慢 岂是我佛门中人 心灵法门 乃天上正法明如来 观世音菩萨指派他 坐下弟子 到娑婆国土弘法救度 与他法门有缘之众生 他弟子卢君洪 台长传承观音悲怨 你们世间痴迷众生 不惧言 但也不可毁人法门 断数千万佛子会命 观世音菩萨 怜悯你们 可是天地因果 还是你们自己承担 你虽有多年修为 对佛法经藏 也钻研不少 可佛法之深广 修行法门之多 非你们世间洋人 能探知 罢了罢了 本王也不多说 就说你身在佛门 为何不守佛门戒律 表面是佛 背地里做了什么事 汝穿佛门法义 可是却做出 汝佛之事 行非法之道 还收取信 重钱财敛财 所犯之律法 乃忤逆四重罪 死后发放你 入火烧之欲 让你日日受焚烧之苦 也是你心中贪念 引来这些罪业之火 本王念在你在世诵经 做超度之功德 待罪业消尽 还投阳世 重生为人 阎王爷随后 再指向右边的罪灵 你生前同事 修习心灵法门 辱不懂佛门戒律不说 还无明造下口业 阻碍法门中人 弘扬佛法 可知你也是罪业累累 此罪灵 生前不行善道 嫖赌喝酒 你车祸死后 立即转头火烧地狱 念在你生前 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 也是无明犯罪 让你出狱后 投身人道 我手上卷轴弓门 乃天上观世音菩萨 慈悲怜悯你们 派坐下童子 交与弟父 让我们网开一面 让童子把听审知识 告知阳间让众生警惕 莫造恶业 以此功德 削减你们罪业 早日出狱 说完 阎王爷让我回阳市 在金光护送下 弟子返回阳间 弟子醒后 对这个场景感叹良多 弟父对诽谤佛法僧者 非常严厉 不像对其他罪灵 那么客气 给罪灵讨情 从轻发落 由此事件 弟子不禁 对观世音菩萨的 大慈大悲 尤然起敬 菩萨真的很慈悲 弟子惭愧没修好 还在为世间小事 看不开 2018年 11月20日 来信疑惑 26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